诶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是耳时 是有佛 明 四字在王 这个是今天的经文 啊 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经过了五十三尊佛啊 方便 山桥度化后 现在是出现了第五十四尊 因为我们 到上个礼拜呢讲完了 十三尊佛 那这现在是第五十四尊就是 是 是在王佛 我们念佛人 对阿弥陀佛的 这种 历史啊 我们不能不知道 因为 如果我们对 阿弥陀佛的历史呢 没有信心 那我们 念起佛来 很很难 啊 这个 有内心里边的 这种 耗耀 因为 你对他没有信心 所以呢我们现在 开始呢就要来 来学习这个 阿弥陀佛 他是 到前面 到上个礼拜为止是讲眼阴 就是 很远很远很远以前呢 他就 从这个定光佛一直到 最后的 处是佛 那现在呢 我们要讲 静音 就是他的 这个医职的师父 就是说他是跟 跟谁 最亲近 然后 学习 那个 佛法的 根据 《无量寿经》 我就是讲的这些我们自己在写的康生台的 那个 本子 一本 是 从 定光佛到处事佛 五十三尊佛以后 诸事的佛呢 就是 世间自在王佛 世自在王佛 那他是法障比丘 修行的时候的这种老师 他曾经是 为 法障比丘宣说 210亿 诸佛刹土的 这种象状 所以法障 比丘呢 就因为 看了这个 210亿 诸佛刹土以后呢 他就花了48大宴 那我们补充一下这里说 法障比丘呢 是 阿弥陀佛的前身 就是 阿弥陀佛在 因位的时候 他的名称 他出家的时候的名称就叫做 法障比丘 那什么叫做 因位呢 因位就是 修行 佛因之位 就是说 他是怎么样 修行 成佛的 在这段时间 就从他 花心 一直到成佛 这段时间呢 我们都 称他为 因位的 修行 因位死 然后呢 有关于这个 佛啊 就是 过去诸佛 出事的这种顺序 我们以前讲过 就是每一部经的他讲法都不太一样 那有些是 逆向 有些是顺向 就是有些是从后面算起 然后有些是 从前面算下来 所以 顺性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看这无量寿经 大阿弥陀经 平等绝经 这个《如来会》 或者是 庄严经 甚至于 幻本的 就是后来有人找到这个幻本的无量寿经 还有 西藏本的无量寿经 这无量寿经的版本实在是 这个幻本有西藏本 那他们的记载呢 都会有一些出入 都不太一样 那我们已经讲过 知道说 阿弥陀佛传承是 很多很多佛 他跟很多佛都结过严 所以呢 是有 常严的这种 这种传承 所以呢 我们要对他有信心 那至于说 顺序怎么样 我想我们就 不讲究他 现在呢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有一部经 有一部经叫什么呢 不空 怨守 神变 真年经 有一部经呢 有提到 四字在亡火 所以呢 我们就来看看 讲到这部经的原因是什么 这部经是 常朝的时候 菩提流之欢义的 内容呢 是在细数 释迦文佛啊 有一次在 普陀 普陀的 洛迦山 观音 观世音菩萨的宫殿里面 大家都听过 这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在 普陀山的 洛迦山 那当然 是不是就是 现在普陀山我们就 去讲究 因为 在 各种记载呢 都会有不同 那当时呢 观世音菩萨呢 观世音菩萨 就顶礼 白佛啊 就是跟 释迦文佛 附加释迦文佛 就是释迦牟尼佛 说他过去解宗 他 很多很多 很久以前 他是跟 跟谁呢 世间自在亡如来所 就是 他在他那里 学习 去他那边 去跟 世间自在亡 解佛 他 从那里得到了 就是 传授到了 悟空 见首 金王母 托罗尼 这是一种咒语 一种咒语就是 这个世间亡佛 曾经 传授 这个 这种咒语呢 给 观世音菩萨 这是观世音菩萨主动的跟 释迦牟尼佛说 那 同时呢 他说 他 世在亡佛 我传给他说跟他讲说 持这部 这种陀罗尼就念这种咒呢 有多么的 殊胜的功德 那 那这部 这个呢是象征 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要讲说叫做 不空 见首 神变 咒呢 真言就是咒 为什么要讲这样呢 他是 象征着什么呢 观世音菩萨是以慈悲的 把这个羊扭 绑起来 那叫做眷锁 那有一些地方的真正的 箭手的解释是说 荡鞦韆的时候 荡鞦韆不是一个做板吗 那有两条绳子挂在树上啊 那两条绳子也叫做 箭手 对 那这个呢 但是在这里特别要说的 是比较像是说 猎人 出去打猎 骑马的时候呢 他会把他的 他这个神手抛出去 然后呢 他们很厉害的 你大概看过那个 西部牛仔啊 然后他们在 转那个抓牛的时候 他不是会 旋转他的锁吗 那个锁链呢 一直转转转 然后就 抓到动物 所以这叫做 见首 那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 从这个神座叫做 这个不空见首 就是因为要强调说 观世音菩萨在度众生 在帮助众生 很少漏掉的 说一定会被他的 箭手 所套住 所以呢 观世音菩萨 这个 要救度众生是百发百众 他的这个箭手 非常 非常灵活 所以可以 抓住每一个众生 在这部经里面呢 是在他的第25 品 那品名叫做出世 解脱谈 解脱谈相 在讲这个佛相的时候 这部经里面 有总共有37品 37品 第25品的时候呢 有提到说 这世间自在王佛 是 是呢 毕鲁哲那佛的 右方 携事 那谁在左方呢 阿弥陀佛 这个 毕鲁哲那佛的 这个 他的 看的右边呢 是 四天自在王佛 那左边呢 这是阿弥陀佛 所以呢 我们就在讲到说 佛教 造像 佛教在雕塑这种各种的佛像 他呢 为了世杰整齐啊 就是让你看起来 比较平衡 所以呢 佛像呢 佛像呢 都是经常都是采三尊 就是一佛 二菩萨 就是大家看到 我们这个佛像 你看 那中间就是释迦牟尼佛 右边就是观音菩萨 左边就是地藏菩萨 就是因为这是 他说因为佛像大家 字节上只有一个 看起来 很孤单啊 那 最好呢 就是有三尊 看起来就比较 平衡的感觉啊 就是 为了大家感受到比较好 所以呢 就有这样的造型 那我们讲说 什么叫做 邪式呢 大家看这个邪式 邪式呢 是势立在佛两旁的菩萨 或者佛陀 我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 本来就是一佛二菩萨 但是呢 有些道场 他为三尊 都是佛 比如说像 大家去过西来寺吧 这个 他的五官堂 那是不是有释迦摩尼佛 有要师佛 有阿弥陀佛 三尊都是佛 有些是三尊都是佛 但是 大部分啦 我们看到的都是 一尊佛 两尊菩萨 那 这个呢 为什么要这样呢 他说 为了要协助本尊 就是 这个 比如说 有些讲 讲我们 说婆三圣 有些呢 就塑造是 释迦摩尼佛在中间 右边呢 就是 迦瑟尊者 左边就是阿难尊者 那为什么加这两个呢 就是要的 想妖 扶摩 或者说 他是要帮助 这个本尊来教化众生 所以 这个叫做邪士 就是在他两旁的这种 我们所谓 大富华 大家有没有看过武侠小说 这个武侠小说知道吧 武侠小说里面讲到这个教族 旁边就有这种 这种所谓的 大富华 对不对啊 他就很厉害的就是专门在保护他的 教主的 观念是一样的 所以呢比如说像我们的讲堂 大家看到吗 说婆三圣 刚刚已经讲过 那我们念佛堂呢 也是 一佛 二菩萨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我们念佛堂 就是 就是我们念佛堂就这样 那我们要顺便讲一下刚才讲说如果三尊佛 三尊都是佛 道理呀 道理 他们是 定列就是说 他们高低是一样的 如果三尊都是佛的话 高是一样高的 但是呢 只有在藏区啊 就讲到这个 辟鲁真阿佛的时候呢 你看他就不同 这个辟鲁真阿佛 中间 右边 就是世间自在王佛 左边就是阿弥陀佛 这样懂吗 这个呢 就是讲到说 一讲到 这个世间自在王佛就有这样一个 一个记载 就是讲到说 他曾经是 毕鲁真阿佛的 这个右学士 那我们看 我们这边的话呢 就是看到观音四字 在两旁 那我们要强调就是说 你看我们这边的 佛堂的这佛像 甚至在这里都可以看得出来 中间的释迦牟尼佛 有没有比两边的菩萨高一点 大家看那个脸呢 你不能看那个帽子看不太出来 或者看那个 背观看不太出来 但是看脸 你就会感觉到中间 这个 这个 释迦牟尼佛的 高一点点 那两尊菩萨 表示这种未有尊 就是 佛嘛 是也满 菩萨呢 如果也满 所以 他就 稍微降低 当然 这是一种 传统的习惯 传统习惯都这样 大家知道吧 比如说 你看我们 这个念佛堂的 这个 大家都去看 当时我们在塑造的时候 你去塑造这个 三尊佛的时候 那个就跟我们讲过说 这个 阿弥陀佛大概要八尺 那两边的话 大概 低一寸到两寸之间 两个菩萨要比他 一寸到两寸 大家可以看出来 所以 我那时候才知道说 不能一样高 这是 在塑造这个 佛像的时候一个尝试 那你 大家也有一个 那像这一种状况是 很少 像这种状况 很少 因为 所以可能只有在 藏传佛教区呢 因为他要特别 独尊这个 菩萨泽纳佛 所以呢 世间自在王佛跟阿弥陀佛就把它降低下来 那 我们再讲到说 但是呢还有人又讲不同的说法就什么是 世间自在王佛呢 就是观世音菩萨 所以又有另外一种说法 那所以在这个密教就是藏传里边呢 在金刚界的阿弥陀佛就 翻译成什么呢 观自在王佛 阿弥陀佛被 翻译成观自在王佛 所以在 入菩萨 行经里边的里边呢 就有讲到说 世自在 就是观音的意思 就是观自在的意思 所以如果有人说 世间自在王佛也是 观世音佛 这个我们也不去争议 有这样的记载 那一个洋人呢 他在编这个 藏传 藏音 大家知道 西藏 藏文跟英语的这种 词典 Diction的时候呢 他就提到说 世自在 就是观自在 这是 这是藏传 这个 Dotr Dotr 他编的这个 西藏语跟英语的 词典里边 他就这样说 这世自在 就是观自在 OK OK 那我们再看 我们现在呢 开始 看这个 监柱 就是 我们根据丁 福宝基士的这个 柱节 我们呢 就把他来 那个 看一遍 看一遍这个 丁 居士的柱节 他是这样说 世自在王 又叫做 世老 所以有些人一看 我们在一直在念这个 绘吉本 不是讲到说这个 这个法杖比丘出 出家以前叫做 世老王吗 他在先告诉你说 世自在王 就是世老 那 这个是有根据的 这不是没有根据的 等一下我们 来跟大家讲那个细节 然后因为饶就是自在的意思 也可以讲是 风饶 但是有时候是讲自在 有两个意思 那他就挤出来说 这个慧书呢是讲说 世自在王就是 柔宜 更罗 这是 范宜 叫做柔宜更罗 那 他说 那我们 汉宜呢叫做 世间自在王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景星里面就讲到说 以一切法得自在 就说 为什么叫做 自在王佛呢 因为他在 在任何状况之下 他都自在 都没有任何的 拘束 都没有任何的障碍 这叫做 自自在 那 也有人 解释说 这个世间利益自在 那就是叫做 自自在 那也叫做 事扰 事自在 就是 事扰 那再过来呢 我们现在就来仔细看一下这个 厚汉 支楼加灿 欢利的 佛说 无量 清净 平等绝经 这个是 我们是现存 五种 无量寿经 译本里面的 最早一部 最早就是厚汉 那后来才有 这个 吴国 还有魏 还有 唐朝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版本是宋朝的 宋朝的欢利本 那我们讲的是 最 最原始 第一部 无量寿经 他是这么 有一段呢 他是这样说的 这是最原始的 无量寿经 后次有佛 后来就 经过五十三尊佛以后 就一尊佛出世 叫做什么呢 罗仪 更罗 那个字念作更 那有些人说应该把它可以念作 仙 仙良的仙 人家是说这可能不太好 应该是念作更 更喔不是更喔 更 是说 罗仪 更 那他再终 就是说他出世了以后呢 在这个世间 讲经说法 四十二节 就是那世间实在是太长 那再过来他说 皆已过去乃而 劫死都佛 就是 那就讲说 这个是很久以前 天上天下 人中之雄 他是 很了不起的 佛 所以我们称他为 士尊 每尊佛 都有一个通号 叫做 士尊 因为他是 天上天下 人 人中 最了不起的英雄 或者说 他的 经道法 就讲经 说法 最勇猛的 这个大将 那佛 那佛为 诸天 及 是 人民 说 经 讲道 莫能 过着 就是说 他出来 讲经 说法 是最 最殊胜的 没有一尊佛 比他讲的还更好 赞叹没尊佛 这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在佛教里面 大家有一个常识 赞叹人是没有关系 但是你不可以 贬低别人 不可以 赞叹别人 就顺便讲说 他不如他 那不可以 但是呢 你来赞叹 某一个法师 很了不起 可以赞叹 但是你不可以 利用这种机会 来贬低别人 那所以 当时他就讲到说 世间自在 网友 奖金是 No.1 最殊胜 结果呢 这个丁基士到这里 他把他摘下来的经文 只摘到这里 就没有摘后面这个 那没有摘后面这个呢 这个后面这个就是引起 很多人对我们 念这个 汇集本呢 产生 这种 质疑就是认为说 我们为什么要念 这个 下人居的汇集本 那我们来看这段 大家来看这段呢 争议呢就会少掉 你看 他说 这时候呢 世饶王 文经道 欢喜开解 辩弃国卫行作 行作比丘 叫做 谈谋 佳流 这段大家知道吧 说当时这个 世饶王佛 世人自在王佛 讲经说法 非常殊胜 那包括 谁都是他的听众呢 包括 当时的 国王 当时的国王叫做 世饶王 这个世饶王 是不是等于刚才说的世饶王佛呢 当然不是啊 是世饶王在讲经说法的时候 有一个国王叫做世饶王 那时候 他世饶王佛在讲经说法的时候有一个国王叫做世饶王 那他的 他的名字叫做 谈谋 佳流 他后来出 他说后来他就出家了嘛 出家以后 他的法名呢 就叫做 谈谋佳流 那我们 汉团的 欢义本里面呢 就有 关于这个谈谋佳流 各种不同的欢义 你看 大家看 有人翻成 法宝障 就是谈谋佳流 就是 这个世饶王出家以后 的法名 有人翻成 法宝障 有人翻成 做法 有人翻成法处 还有人翻成 法基 最后呢 最平常的就是大家知道 法障 他出家以后 本来他的 这个 幻文的 法号 就叫做 谈谋佳流 有时候叫做谈谋佳 好多地方 他只有讲说谈谋佳 没有加一个流 反正谈谋佳流 那我们汉传呢 就有人翻成法宝障 有人翻成法障 还有人 翻成这个什么 奏法法处 法基 那 大家的继续看 说这个 这个国王出家以后 发 菩萨意 为人 高材 智慧 勇猛 无能 欲责 就是说他真是一个非常 很有智慧 很有福报的一个 这个出家人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大火主 有人说他是 这个 金伦王 是伦王 伦王就是说他能够统治好大的一个区 那 到这里 然后呢 以示结役 就是说在世间上找不到 有一个 有一个人 像他这样的聪明 这样的精进的 那 他呢 就到了 他 伦王 王佛所 那请搞清楚了没有 伦王到了哪里呢 到 伦王佛 他去拜访 这伦王佛 那他起手为礼常规 常规插手 称赞佛 然后就讲了一段记者 那记者我就不把他传出来 对 从到这里到这里为止 有没有人 听不懂 那都听懂了 那我现在说 台湾有一位 很知名度很高的 一位奖金 法师 在 批判 在攻击 我们 用汇集本 其中一个 主要的一个攻击点 就说 我们的汇集本 竟然说 这个法杖比丘 没有出家以前叫做 世饶王 因为 世饶王是他的师父叫 世饶王佛 他怎么可以在家里叫做 世饶王 世饶王呢 他的攻击就是 但是 从这段 汉义的经典里边 我们读的这个 汇集本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啊 世饶王佛的时代讲经有一位 世饶王去听经 这有什么问题呢 但是他就认为说 所以我们的汇集本是 不好的 不要读的 最明显的错误就是这个 但是我看呢 我个人意见 因为那是大法师 在台湾没有人不知道 他这么有名 我这个 讲说我不同意 好像也没有什么重要 但是 我是不同意 这种做法 没什么问题啊 因为这个是汉义的 但是呢 他说 因为在 大政藏经里面 大家听清楚 日本大政藏经里面的 这段 汉义本 有明朝的时候 有一个人 在上面加了一个注解 加了一个注解 在那个大藏经 大政藏 不是 龙藏 在大政藏里面 他把它加一个注解 注解说 他说 这个 他说 从这里开始 大家看到吗 世饶王 文经道 他说 这个世跟饶王中间 不应该连在一起 他说这中间一定有很多经文 但是丢掉了 他用这样的理由 他说 世饶王 世跟饶王之间呢 一定有很多经文丢掉 他用这种说法 而且他做一个注解 贴在 贴在那个 大藏经里面 像这种人是 比较 不是很好 因为 这个是 当时 这个 皇帝请这个 资楼加灿欢意的 无量寿经 怎么会漏掉一大段 没有了他也OK 这不太可能 是不是 所以这种说法 我是不能接受的 就是说 尤其这个明朝的这个某某人 因为他不敢讲是谁 但是他就某某人 说 这个世饶王文经道 世跟饶中间 那边调来一段经文 所以呢 他说 不应该 有一个 就是 法障比丘不应该 他的前世名称叫做 世饶王 所以他说你看 五种 现存的无量寿经里面 总共只有汉一本 讲说 讲 就这汉一本 说 这个法障比丘 出家以前叫做世饶王 其他四本 都没有错 都没有错 所以他说 这个汉一本 一定有错 因为 他不应该 学生跟老师一样名字 不应该 地址跟 跟 跟师父同一个名字 所以他就用这样 那现在呢 我为什么接着说 我不同意呢 因为 我在这里 等一下 我看 先来解释一下 就是 这里就所谓的 他说 世自在王佛 就是世饶王佛 这个是有很多根据的 第一个呢 就是 翻译名义经 集里面 就讲说 柔宜 更挪 是清净平等结晶的翻译 叫做世饶王 OK 这次已经讲过了 就是 柔宜更挪 应该翻成世饶王 还有 无量寿经 他只把它翻成 世自在王佛 这是我们 徒的康生改本 就是世自在王佛 对不对 这个是 有一个证明 第二个呢 是活光大识典 他说 这个 柔宜更挪 就是 世自在王佛的 幻文 那是世跟自在 两个合起来的 因为这个泛文 我也不会拼 他的意思说 泛文就是 柔宜 然后呢 更柔 那合起来 那就是世 跟自在的 所以 柔宜更柔就是 世自在的意思 但是呢 因为范宜的因吗 就是 罗宜更柔吗 所以就 称他为 罗宜更柔佛 然后呢 这里 你看 佛光大识典就讲说 罗宜更柔佛就是 世饶王佛 他就是 饶王佛 因为 饶有自在意 然后呢 又叫做 世间自在王佛 到现在为止 以后如果人家讲说 世间自在王佛 没问题 这样 世饶王佛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呀 就是世间自在王佛 如果人家讲说 罗宜 更罗 更罗佛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那个是 范宜 范音 范义 也没问题 大家搞清楚这个 那我为什么讲说 我不赞同人家在 这个大政 这个藏经里面 做注节呢 你看这里 说 在楞严经里面 大家看楞严经 尔时观世音菩萨 几种做起 顶礼佛祖 而白佛言 师尊 意念 我习无数 恒河沙解 时 有佛 出现已是 明 观世音 观世音菩萨说 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佛的 他是 当时有一位 观世音 我 观世音 所以 学生能不能跟老师一样名字 会不会 可以呀 这楞严经里面就有了 所以 用这种理由来 来 criticize我们 似乎是 不太有根据 观音菩萨的 师父就叫做观世音 观世音菩萨的 师父就是观世音佛 所以你还讲到 很不礼貌 一点都没有不礼貌 因为他是 真的是从内心里面的 尊敬他的老师 所以呢 他继承他老师的这种 这种 这种 佛法 继续下去 所以呢 他也叫 也跟老师 起同样名字 所以 你如果 讲说 你希望你将来叫做 境界法师 有没有人会阻止 不会有人阻止啊 因为 在世间上境界法师 多得不死 多得不得了 对不对啊 不知道有几位 没有问题啊 你的老师 叫做什么 你也可以取一样名字 管理这一点 统修都搞清楚了吧 所以有人 在批评 我们呢 你也就知道说 这种批评 显然 这个 这个 有问题啊 那他批评说 这个我们 讲说 是 这个 这个 王子 没有加一个 这个 王子中间 叫做 王太子 他说我们在无定书经里面有 阿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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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瑟王 阿瑟是王 阿瑟王 以五百 长者死 那他说 这个 讲到说这个 王子跟王太子 他说 这个王子跟王太子有很大差别啊 我们的无定书经把他 说少了一个字叫做 太子 王子 他说不行 这个也是 他另外一个讲说 长者死跟长者不一样 这个呢 也是个问题 为什么呢 他认识说 长者是 爸爸 长者是儿子 这说法是 完全没有汉文的 汉文常识大家称孔子 孟子 对不对啊 这个 什么子 什么子 那个意思就是一种 极度的 尊敬的意思 名字 后面加一个 字 这个 非常尊敬的一个字 在上面 长者子 你说长者大家也知道 那加一个 更尊敬称他为长者死 也没有问题啊 这个也 也没有什么 长者 其实也不是 重要了 当然他最主要批评就是 说我们的这个 会记本里边的这个 笔丘 太少 其他 其他一本的笔丘最少都十几个 我们才好像只有五个还是几个 你的会记本好像只有五个 比多了 他说 这个 这些都是他认为说我们不应该 读这个会记本 但是我觉得他这些批评 都没有让我心服口服 就是说 我们也尊敬他的 高见 但是呢 我觉得也并没有 说服我 一定要 放弃这个 这个 不是 我没有在批评某一个法师 我就讲到说 这是一种 说法就是说当人家一直在批评我们的时候 他这是功能到处 在 如果到处都可以查到的 那我就讲到说 这种说法 不一定 都是对的 也许他是对的 但是 我看 不一定都对 那后面都是在讲同样的事情 那现在就讲说 世间自在亡就是古佛 别有的名号就是别号 所以大家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就是别号 那什么叫通号呢 通号就是 如来 这个 应供 世间节 无上事 这种叫做 通号 通号就是每一尊佛都可以用的 十种 名称 其实有十一种名称 其实有十一种名称 但是呢 我们平常都讲 佛的通号有十个 那这个叫做通号 别号就是每一尊佛都有他的名称 那我刚才讲过了 你假设说这个 阿弥陀佛他称他为世间自在亡佛或者饶亡佛有没有问题呢 也没有问题 但是 大部分都是有一个别号就是 每一尊佛有一个自己的称呼 那为什么叫世间自在呢 他说 常在世间 但是不为世间所 居爱 就是他到哪里 都自在 自在的意思说 不再被别人所左右 我们就讲自在嘛 所以 要讲说自己在 就可以了 自己在说 我自己知道我在干嘛 对不对 不会被别人所操控 所以 我们 就讲说自在 另外一个名词就是傀儡 傀儡就是 被一天让我们被别人影响 自在的话呢 就不再被别人影响 那这个 再过来讲说 佛造世间像 常住自即灭 这个是要解释世间自在的意思 佛造 世间像 就是一切世间的这些人事物啊 佛呢 是造 造呢 是 观造 造见 造见是 彻底的看穿 彻底的看清楚 叫做造 所以 佛呢 在世间呢 他看见所有的世间的各种像 对不对啊 大家有没有发现说 同样是人 那喜好都不同 有些人 喜欢 住在海边 有些人喜欢住在山上 就是一种喜好不同啊 那有没有 有 他有 是不是人啊 都是人啊 那 那有些人 喜欢吃树 有些人喜欢吃 吃荤 或者说喜欢吃这个 就是什么 吃心 分心 那这个也是一种 奇迹 都是 他有自己的一种喜好 所以我们对这个呢 就是佛观看一切众生 各个都有 我们台湾人最喜欢讲说 兄弟 是白有 对不对啊 就一种迷 养出 百种不同的人来 各有喜好 所以这就是 火造世间像 常住自己面 我绝对不会 看到某一些人起烦恼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为什么不那样 这个就是 不能够常住 自己面 你看到别人起烦恼 是别人的问题还是你问题 跟你说呢 是谁的问题 是你的问题 自己的问题 不会是别人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 常住自己面 所有问题 都是自己的问题 绝对不会有别人的问题 别人都没有问题 只有自己的问题 好 那这个是在讲世间自在 你要能够这样的话 你在这世间就很自在 就不会有人惹你生气 就不会有些东西你 你不喜欢 因为每一种东西存在 都有它的功能 功用 所以有些人看到苦瓜就 一张苦瓜脸 很多人 也喜欢吃苦瓜呀 那苦瓜有苦瓜 公米的 美人 你不喜欢吃 很多人喜欢吃 没什么问题 那有些人喜欢吃甜瓜 那有些人讲说 那这甜瓜怎么能吃 会让你血糖往上冲 很多人没有血糖问题 很喜欢 所以我们就讲到说 所有东西存在这世间 人 事物 都有他存在的 功能 跟他的 他的这种 这个 作用 所以我们叫做法助 法位 我们上个礼拜才讲过 法助法位 所有东西 所有的人 之所以存在世间 你绝对不要讲说 这个人是多余的 我看你有问题 他是多余的 未来这个世间 会让你碰到 就是跟你有缘吗 不可能有一个人是多余的 好 那这个过来就说 古代呢 一切从属于王 就是一切呢 都是国王说了算 皇帝说了算 所以呢 这个是根据什么来的呢 是根据诗经 第3 有讲说 古天之下 莫非王徒 帅徒之兵 莫非王 就是 古天之下 任何一个地方 这块田 这个山 这片海 这个湖 都是皇帝说了算 谁的 他就是谁 皇帝说了算 那所有这些 是公务员也好 普通人也好 也是皇帝说了算 他说你 可以活着 你就活着 你不能活着 就要死 这个呢 就是 王的意思 他一切都是他一个人 说了算 只有他说了算 这样 所以 王的意思说 他很自在 在他的 在他的范围内 要怎么样 就怎么样 这就是 天之下 莫非王徒 帅 兵 莫非王臣 那这个呢 这句话呢 有很多人就 误解说 这个意思说 那火开 是应该这样 封建是这样 所以皇帝没有错啊 火王没有错啊 那实际上 这个 诗经里面这句话的后面加的是什么呢 说 虽然 这个 国土以前国王啊 他就把 比如说他是 加州的 加州的 王 他就可以把 洛杉尔斯 分配给 Kenny 然后呢 把Orange 分配给 蔡美森 就这样把他分完了 这个就是 普天之下 无非王徒 他说 这一块是给谁的 那这块就是谁的 这个土地就是谁的 那再过来说 帅主之兵 莫非王臣 他说 那只要 只要你去领他东西的话 你就是要听命于他 但是呢 他后面是讲到说 可是呢 同样 我分了 分到Temple City 一个人分到Arcadia 那两个差不多 为什么 Arcadia 看起来比较富有 因为他的房子 价钱比较高 所以他说的Probary Tax 比较多 那我就比较少 对 这个人讲这句话的时候 是在抱怨说 你要怎么都不可能公平 不可能都公平 同样对国王 有一样的 贡献 可是呢 你分的东西 你不可能都一样嘛 对不对 本来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他说 这个王的意思就自在 所以我们叫做法申德 法申德 然后一切皆从法申 所留线 又一一归还以法申 所以一切的潜力中心就在皇帝 那他任何框出去的东西 他随时都可以收回来 随时都可以收回来 那所以呢 所以叫做王呢 一讲到王就想到是法申 所以说通达世间 就是刚才说的 他是 造世间相 就是对世间的一切 他看得清清楚楚 都有他的 因言 所以呢 他 一切都通达 所以我们称他为有 剥弱的智慧 再过来呢 以四字在 叫做解淘 他就说 再也不再受 拘束 不再受外界的影响 所以呢 称他为 解脱德 解脱德 三种德都记足 所以 那他当然他记足了 但是他可以任何发挥 任何一德 就是解脱啦 波折啦 或者是 法申 那说三级是一 一级是三 所以呢 如一字 三点 大家看到这个 这三点 不能点 点 在同一位置 点的是要 要没有一个固定的 不可以说底下两点 上面一点 而且要是成三角形 那不可以 所以你看 他在点 大家看到没有 他是 他是不规则的点 所以呢 叫做不重不横 那这个就是要表示这个三德的影 就是说他这三德呢 是互相成就 互相成就 那 每一个都有依赖另外一个 那这个他说 这就是常乐我境的无上妙德 那我们一讲到这个 一字三点呢 我们就想到 一个大字在这边就是 摩梭 摩 摩西索罗天 摩西索罗天 就是 你看大家看一下 先看一下摩西索罗天 是怎样 摩西索罗天 看到他几个眼睛 三字眼睛 就是因为 那为什么要讲到说 他底下两只眼睛也不平衡 有没有人看过 两只眼睛完全平衡 不可能 总会有一点 他眼睛有大有小 或者位置都是有 有一点点高低 之类的讲 所以他就是要讲到这个 大家知道 摩西索罗天 那我们讲到摩西索罗天 有一个常识 摩西索罗天有两种说 两种说法 一种叫做 皮蛇蛇 摩西索罗 另外一种叫做 静姬 摩西索罗 那皮蛇蛇 这个是一种 印度教的一种 鬼神的那种 那种 那种天人 那我们讲静姬 摩西索罗 是我们佛教讲的 实地菩萨 对 他就是要接受 灌顶味的 所以 我们通常讲到这个 大自在天 就是所谓的摩西索罗天 就是 社界的底 在 究竟天 之主 大家知道 我们 有 异界 社界 无社界 对不对 社界总共有18天 18天 最高最高的 就是 社 究竟天 就是在社界里面最高的 那么 摩西索罗就是 社界的 最高的 社究竟天的天主 有时候我们称他为 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这些 众生的 共族 但是呢 大制度论是怎么解释的 刚才讲的那个 通说 通说就是讲说 他是三界 就是我们 异界 社界 无社界的众生的 共族 那现在 这个大制度论讲的说 这个是 静姬 摩西索罗 他 我们 讲这个 静姬 蒙姬索罗天呢 叫做大智在天 他呢 你看他这里 他有八倍 他有 八只手 四双手 八只手 但是他有多少 三个眼 三只眼 他是七百牛 所以呢 他是 第十地的菩萨 将成佛石在社界之 他也居住在 他居住在那里呢 在社究竟天 十地菩萨 但是他那时候是 暂时 住在 社究竟天 他是这么说 他说 静姬天之上 他其实呢 他 就是 可以说社究竟天 或者在之上 他出现的样子 就是大智在天 是大智在天子的圣报 福报 非常的大 很大福报 所以 圣庙的天形 就是他 长得很高啊 很高大 摩西 那时候呢 那时候呢 称他为 摩西 手楼天 也这样也称他为 摩西手楼天 那接受灌顶 就是十方诸佛 看到一尊菩萨 成佛了 所以十方诸佛 都 来 帮他 灌顶 所谓灌顶就是 印度啊 以前的国王王子 要 要继王位 之前呢 他要接受 四海灌顶 就是要到 四边的海 各起一条水 然后呢 灌在这个 王子的上面 就是表示说 他可以统一四海 就是他可以统一 这个 边的 这个国土 所以这个王是什么王呢 不是小王 大王 这样的话 也是叫做灌顶 好 我们讲了一些 常识 再过来 我们前面不是有讲到说 法身 法身呢 就是一切 皆从法身 所流现 又一一回归于法身吗 我刚才有讲 讲个 讲说 世间自在亡火 那这个呢 其实就跟我们 一般的了解这个 为世呢 是很相像 这个所谓的 法身 这里所谓的法身 就是等于我们认识的 为世 为世席边的 阿赖也是 你看 你看这个阿赖是功能怎么样 阿赖是种子 阿赖是里边很多种子 对不对 善种子 恶种子 不既往种子 由于这个因缘合合 产生 现形 善种子 碰到 盐 就产生 顺境 善盐 那 二种子 碰到 一盐 就产生 逆境 或者恶元 这叫起现形 那 所以我们称它为 种子 生现形 种子生现形 对不对 因为 阿赖是里有很多种种子 那这种子 成熟了 碰到盐了 那就起现形了 就变现出来 人 事物 让你去 让你去面对 让你去处理 这是阿赖也是的功能 那把你的 叶种子 变现出 人事物来 让你去处理 这就是 种子生现形 当种子生现形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你来 来这里 上课几次都知道 我最喜欢说的就是 授手当受 授手当受 因为你 其实我们在修行 你只要懂这个道理 就这样就修行 你就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要修行 因为你只要你的阿赖是 的种子 起现形 让你碰到各种各样的人事物 的时候 你就 授手当受 你就 就 心平气和 去面对他 接受他 去处理他 就授手当受 然后呢 他说 因为其他现形 会产生 影响 就是 因为你碰到了 你自己 业力变现的人事物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说 这个人怎么 为什么要这样 这个人为什么不 不这样 就造业了 为什么人家要听你的 他的会被你碰到 是你 跟他有言 过气是跟他结业 所以 你现在被你碰到 那你应该 你有 你有可能 去强迫别人说 你应该这样 你不应该那样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 不可能啊 那可是呢 很多人就是硬干 你一定要这样 你不这样我就会 对你怎么怎么怎么 你为什么讲这句话 你为什么不这样讲 这个就是众生烦恼的来源 所以你看 所以我们 第一件事 我们叶种子起现形 你就应该 咒索 心平气和面 然后再过来 现形 被你碰到了以后 你要怎么处理呢 你就是 你要怎么处理就很重要了 这叫做 行手当行 懂吗 你碰到状况 是 做手当做 状况已经出现了 人数出现了 你就应该 行手当行 因为 你马上 你做的 你做的 事 说的话 将来都会产生 对你的未来都产生影响 所以 你应该行手当行 就是说 你一定碰到你 所碰到的人事物 一定是要 行手当行 就绝不去做 让你 后悔的 是 想后悔的话 这就是行手当行 你说我们修行 有没有其他东西要修的 没有 就讲这两个 对 认得状况出现了 做手当行 然后 既然碰到了 就应该 好好的处理他 这就是 行手当行 所以 我们这不是经常 讲说 我一直 过期因 你要知道说 我过期到底造了什么 就看你现在这个 德性就 到了吗 这就是 过期 一直过期因 现在受则是 你现在这个德性 你长成这个样子啦 你有这些财富啦 你的家人是 这种 这种家人呢 你的小孩是这种小孩 你朋友是这种小孩 就是你过期造的 因 现在出现的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有什么好抱怨的 这叫做 一直过期 过期因 现在受则 所以有些人对自己 很不满意 就觉得说 我为什么会这样 我为什么这样 我为什么要不要问 不用问 拿起镜子照一照就好了 人家喜欢 开玩笑说 你真的没有镜子 那撒泡尿照一照也可以 就知道 你为什么会这样 你为什么会 这种福报 人家住的 房子那么大 我住的房子这么小 对不对 人家住在 没有 我就在 不同啊 对不对 一知过期因 现在受则是 然后 一知来世国 这就是讲说 这个就是所在 受所 一知过期因 现在受则是 所以就是受则当行 再过来说 一知来世国 今生 现在做则是 就是则当行 你现在 所作所为 就会影响你 将来会变成什么 所以你要 则当行 所以这个就是 所谓的 种子 就是已经在 马来世边的种子 一碰到盐 就起现行 当它起现行之后 你要赶快 想到的是什么 做所当行 然后呢 起现行以后 你要去处理它 你又产生新的种子 新的业 可业 生业 又产生新种子 所以呢 你要照这个 新种子的时候 你就想到说 我一定要 行所当行 我千万不要 做 会后悔的 所以呢 就是你新种子 所以你看 三个东西 你看 种子生现行 现行新种子 然后它的关系呢 一直互相影响 互相影响 所以呢 我们 就会看到说 现行有种子生 生种子 一现行 又新成新的种子 然后呢 它又产生 有了新种子以后 将来又变现 又起现行 然后你又去处理它的话 又产生新种子 所以它 这个三法一直 转转 这就是 这个就是所谓的 轮回 所以你如果不知道轮回 你就想说 轮回好久才一次嘛 你要活90岁 对不对 90岁才轮回 错了 你每一分每一秒 都才轮回 因为 种子起现行 现行新种子 新的 新种子又起现行 然后又起 又起新的种子 所以这叫做轮回 所以你想到这个 你怕不怕 轮回 当然怕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 脱离轮回 造极的 造极的世界气 不太有人一天到晚 让你生气 也没有什么东西 让你起贪心 有些人说 他看到钱财 还是产生很大的吸引力 然后看到漂亮的姑娘 还是产生很大的吸引力 所以他没有办法 唯解的办法是什么 到极乐世界 因为到极乐世界 每一个人都长得一样 每一尊菩萨都长得一样 这是真的 每一尊菩萨完全长得一样 我们看不出来 你没有他心通的人看不出来 所以他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有没有解决 说他喜欢漂亮的人 解决了没有 解决了 因为每一个人都一样 没有漂亮丑 那他说他喜欢这个钱很多 这个美超在极乐世界不能通行 对不对啊 黄金也没有用 为什么 黄金没有人要啊 因为地都是黄金啊 你要挖一块地给人家谁要啊 对不对啊 人家要我不会自己挖 所以有没有东西让你吸参心 也没有 那还有观音菩萨会得罪你吗 观音菩萨刚才讲过了 他的那个箭手一抛出去 没有一个人不想服 所以他还有可能对你没有办法帮助你 还让你喜烦恼吗 不可能 所以贪嗔都没有 吃更不会有 为什么 每一分每一秒 你听鸟 鹦鹉色利 家里品姐 都是在 都是在讲经说法 你就不会遗失啊 所以到了西方节的世界 你就解决了贪嗔痴的问题 你就不会再造恶业 所以大家要不要去 我们讲到这里 我们再过来再来解释一下 世间自在王佛的 为什么要特别提世间 这个世间 世的本来有意思就是 因为有时间的限制 也有他会每一件东西 只要出现了 它就会变坏 所以呢 他就是有过去 现在未来三世的发展 一直因为就是 我们有过去 现在未来的这种观念 所以呢 我们才会 才会产生 这个你还觉得说 有一个所谓的 现在的事 如果你没有那种观念 就不会有现在啊 所以你就不会认为 我有现在我存在 现在我的房子 是我的名字 我的车子是我去登记 车子车主是我呀 我的我的 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啊 那我们现在看这事的造智啊 大家有没有看到事啊 这事在呢 是呢是一个枝 上面有 一个枝啊 上面有三片叶子 那这个就表示呢 说这个 这个为什么要讲说 这个一个枝上三片叶子呢 你看他有大有小有没有 这个大家看不太清楚了 就是说 那叶子有大有小 就表示说这个叶子呢 是年年都是在枯叶飘零 新叶又蒙花 所以呢就像什么 我们人来到世间走一趟 从婴儿变成 儿童 然后就变成 少年 就变成 东年 就变成老年 然后就死了 就像一个 这个树枝 上面有一些叶子 那就是 经常会 又长出来 又掉下去 又长出来 又掉下去 就像我们人 来世间走一趟一样 所以叫做是 所以他有这种 相继 相传的意思 所以呢 你看这里就讲说 父子相继 约三十年 所以隐生 隐生这一次 就是 讲到一讲到是 就讲到世代 传承 世代传承就是 祖父生 父亲 父亲又生儿子 儿子又生孙子 那一直一直下去 这就是 是这一次 所以一般说起来 是大概就讲传承 就是一直传下去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一讲到是 人家问你说 一世是几年啊 有没有人不知道的 一世几年 对嘛 你看这字不是就写 这个是不是就写成 大家看到没有 这四啊 红的地方看到没有 有几个十啊 三个十 为什么在讲说一世三十呢 因为以前的人啊 以前的人啊 爸爸跟儿子之间的差距 大概都是三十年 差距三十 一代就三十年 再过来就是三十年 因为你说 你说你生了小孩 三十年后 他又生小孩了 是不是呢 他说另外 有一个generation 现在我们来解释一下说 无论出生在这个三界中的 有情众生 或者是众生居住的 山和大地的气势间 所以我们讲到这世间 有两种 就是有情世间 跟气世间 就是我们所谓的正报 跟义报 正报跟义报 那这个就是讲到正常 但是呢 不管正报 义报 都是因缘而合合 不是本来真实 本来自在的法 没有一法 是真实不变的 因为它是 因跟严 因跟严 一直在互相影响 从来没有停止过 所以没有一个法 是固定在那边的 它一直在改变的 所以它不可能制裁 为什么 它靠各种因缘 你不影响 别人 别人就影响你 然后人家不得已 又被你影响 所以大家就一直 在互相影响 从来没停止过 所以叫做不自在 所以我们就来讲说 这阿安经里边 就讲到说 佛告婆罗门 有人 有婆罗门就问佛 什么叫世间 我就跟他讲 有因有言及世间 有因有言世间及 有没有搞清楚 有因有言就是说 你每一天所处理的 刚才讲的说 业的种子起现行 当你碰到现行的时候 你就开始去造业了 这叫做有因有言及世间 因为你现在所做的 任何的一件事 讲的一句话 都可以影响你未来的世间 所以先讲说你造业 有因有言及世间 然后有因有言世间及 所以你现在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不要怪任何人 你过去造的业种子 所以一言现行就变成能力 现在这个样子 长这个样子 对不对啊 你吃这么多 可以总共吃这么多 用这么多 这是你的业中 那当然有因有言 内世间有因有言世间面 第二段为什么这样讲呢 就是说当你不喜欢某一个人 某一件事的时候 你就要去创造一种条件因缘 让以后不会再看到这人 会碰到这种事 所以你不想要的东西 有没有方法消除呢 有 你现在开始创造 这个create这样的一个condition 将来又可能不会再 不会再有现在你不要的 所以无常这个对我们来说 实在是太重要 太了不起 太伟大 因为无常 所以你对未来就 无限的这种希望 因为将来你要怎么样 都掌控在谁手上呢 不是上帝 不是某某人 不是美国总统 都不是谁呢 你的手上 因为你要什么 你现在就创造那个因 所谓的那个因 因缘 创造那个因 就是那个condition 你不要怎么样 你就避免要消除那种因 你就不会有 你要有就创造 你不要有就要消除 所以 未来是不是掌控你在人手上 都是在你手上 你一直创造这个这个这个因 所以你就将来就得到 那个你要的果 对不对 你要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那 主是道德一直跟你讲吗 你要艳你娑婆吗 你要心求其 是不是 那你现在对这个娑婆 艳不是讨厌的意思 你不能讲说 我不喜欢这个 我不喜欢这个 那不是叫做艳 艳的意思说 你不要贪恋 大家一定要了解 那个恋是恋爱的恋 不要贪恋 不断互相影响而出现 变化消失 那一切法 出现了 那会不会怎么样 会变化 我们一直在跟同修讲嘛 一个人今天看到你很不友善 你赶快把果袋里面最好的东西拿出来 今天这个供养你 心就软了 对不对 不友善就消失 对不对 那你就 就改变了 有没有 出现了就改变了 对不对 那改变了以后呢 原来不友善的那张脸就什么 变了嘛 对不对 所以同修经常身上带一点东西也不错 跟人家结缘 对不对 看到有不如意的 我不是经常在讲到说 我的那个海青袋啊 上面挂了一个古玉啊 那古玉就是有一次我去碰到这个十荣华师 结果他一看到我 哇他好认真啊 在他身 身在这口袋里面一直捞我捞我捞好久 这个这是古玉啊 这个是 他怎么样给我呢 送给 你说会不会受感动 不管怎么样 不是贪心啊 就是说但是你会不会受感动 好 这就是我们就讲到说 这就是缘起法 好不好 大家过来说 真正的苏世间是无我 是不生不灭的 但是呢 众生对许多 人事物呢 就会产生一种误解 产生了误解 所以就有苦 比如说你为什么碰到这个人 今天这张脸给你看 让你觉得很不舒服 你就误解说 这个人要来跟你过不去 你要找你查 就是要专门要来 against你的 所以他在要故意让你不高兴 其实不是啦 对不对啊 我们就经常有说在讲吗 当说当你了解说他今天为什么这张脸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说他原来要出门的时候 给他给他丈夫骂一顿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啊 是不是 所以他今天来到这里就不爽了 是不是 所以你就误会他了嘛 你不知道他今天来这张脸给你看到 是有原因的啊 是不是啊 你不知道啊 对不对 或者说他有其他的原因 你不知道 所以呢 你就产生苦 所以这个就是你对于自己不了解 不了解是什么 因为你跟他有这个缘 才会碰到他 你对于这个被你碰到的人 你也不了解 所以呢 你就怪人家 你为什么这样 你为什么不笑脸淫我呀 就这样 那这个就是你对自己 对周遭的人是不是不够理解 所以你就会产生苦了 就产生苦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所谓的世间 都是你有因有严 这个 集世间是你集来的啦 世间是你集来的 你创造来的 你不知道 所以呢 有些人你就对于 顺敬 善言呢 你就一直希望他都 一样 都不会改变 那事实上有没有可能呢 就不可能 那你大概看到很多夫妻啊 对不对啊 年轻时候相爱的不得了 越来越疏远啊 到后来就 缓目成熟 也有啊 对不对啊 所以现在看到很多人 离婚啊之类 都是都是类似这种样子 就是他是一直都在改变的 如果不知道 那就一直都是在怪别人 因为为什么 呃 大家不是有时候听到人家讲吗 讲说这个 呃 这个太太不能忍受先生什么呢 就是他挤牙膏 那牙膏呢 他每次从中间一挤就出来 太太说你要从后面挤啊 他就不习惯 他还是中间挤 所以因为这样就离婚啊 就是这个就是因为 这个控制力太强 不懂得世间是怎么来的 因为你跟他有这个言 这种这 你跟这个丈夫有这个言 就是他这种习气的人 跟你有言 就是你碰到的人 一定有那种习气 所以你要不要 坐手当说啊 当然要坐手当说啊 对不对呢 如果你不是有这种言 你怎么会碰到这种 这种丈夫呢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 多了解 都是这个 有因有言 几世间 有因有言 世间几 那你将来说 我希望以后不要再碰到这种先生 有没有办法 有啦 有啦 到极乐时 就不会再碰到这种先生 同学们 有没有听懂 说来说去 要不要到极乐时 看起来是 非许不可 对不对啊 那我们再来看 所以这边就讲到说 要正确的了解 世间的虚妄无常的本质 所以你当你看到 世间这样的这些事情 就是顺境善言也好 逆境恶言也好 都是一直在改变的 所以呢 有说出是无常的 无常就产生苦 既然会产生苦 所以你还要不要贪恋这个世间呢 就要再贪恋了吗 那你就会 忽离心 不再贪恋这个世间 那你就会对 意乐 气节就是 不会在 一直在追求 你喜欢的 你喜欢的 不会一直追求 那不为尘过所然 所以意思是说 对于顺境善言 你就不会一直想要去拥有他 去善有他 那你就会 发菩提心说 我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往上 最好呢 是把跟我有言的人 一起 都带到西方 所以 我们才讲到说 西方结设世界的特色就是什么呢 他是没有编辑 所以他在 这个录取这个往生的人 有没有名额限制呢 没有 所以大家一定要 知道这件事情 现在我们不要讲说 他如果往生了 就是我往生的位置就少了 我就不能往生了 所以我就嫉妒他 人家好好在写佛 你就嫉妒他好好写佛 错啦 西方极乐世界录取名单里 录取的名单没有名额限制 来再多 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呢 就会有 菩提心起来就说 我要去 我一定要 所有跟我有言的人 做去 这个就是 所谓的菩提心 所以我们叫做 发菩提心 念阿弥陀佛 往生希望 这是 我们要讲的这个 因缘法 再过来是 我们也引用一下 中科巴大师 他在三主要道论里面说 以诸轮回诸圣事 判那不生羡慕心 日夜欲求 得解脱 而是 你生处理心 意思说什么叫处理心 就是你对 世间的这些 好的啦 善言 顺敬的 不要 不要去羡慕 不要去贪恋 你再看 这个南传 他们的菩萨道的教法里面是讲说 了解世间生命的不圆满 你知道这在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圆满的 没有一个人也满 也没有一个人可能也满 然后呢 学习了四圣第八正道以后 就会对这世间的意乐呢 就会不再贪恋 所以就叫做出离心 然后呢 就会 有些人就会离家 就是不再依靠 每天都是依靠家的 然后呢 就会 不贪恋这种 比如说去唱卡拉OK 然后去拉斯佩格斯玩 就不会啦 那就离开了异界的诱惑 所以佛教认为 说意乐 是短暂的 而且不实在的 执着不放 又是苦的言及 你只要对意乐 喜欢的东西产生贪爱 结果就是坏苦 大家懂吗 什么叫坏苦 你喜欢的东西 因为你喜欢的东西 他会变 变坏 所以就 当他为坏苦 所以 苦苦就是真的 大家都觉得苦的 那坏苦呢 就是 大家都觉得热的 但是你不能贪恋 你贪恋了 就惨了 因为他会变成坏苦 然后再过来呢 又讲到说 所以呢 他就讲到 男传的人就因为这样 有出离心了以后 他就去修这个八正道 八正道的 前面呢 就叫正念 正念就是 常施 因缘法是无常 苦 无我的 这就是正念 你经常就 所有的有为法 所有因缘法 都是 无常 都是苦 都是无我的 那这种修解 就随时保持正念 然后呢 正知 对不对 就可以对峙 我们的执着 因为什么叫执着 误以为 可以 持之永恒 然后呢 对于五义的贪爱呢 就可以 不会再有 妄想 还有邪见 妄想 什么叫妄想 你认为 世间有藏乐我尽 你可以拥有的 这一种想法 叫做妄想 懂吗 我们世间上 没有 一个东西 是藏乐我尽 你可以拥有的 对 这样懂吗 很多人讲说妄想 妄想 想这 那不叫做妄想 是乱想 对不对 杂念 真正妄想是 因为你以为 有人事物 是可以藏乐我尽 我可以拥有 我可以重控制 这就妄想 好 我们就讲到说这个 业女娑婆 心求极乐 是我们能够往生的主要条件 对不对 那我们应当 对处理心 要不要好好的体会 跟落实 处理心就是我们 往生的 重要的一个 一个因素之一 我们随时随刻 都要有 独立心 往生才不会 后堂 有可能成就 所以呢 呃 我们本来讲要讲到这个 通号 就是讲佛的十种号 今天已经到了 所以我们今天大概只能够讲 别号 专门讲世间自在王佛 要到这 我们下期见